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在这里呢给大家主要分享的是以后出去自驾的话我尽量会选择搭帐篷住 尽量选择搭帐篷住 不会再住车上了 很多自驾游的朋友们他都会选择住车上 给我感觉这一次去西藏了一趟 住车上的话太过压抑太压抑了 就是每天你在车上睡觉的话 你睁开眼 那个车顶尤其是轿指和车顶 就离得你大概要这么近 你睁开眼对面就是一面墙 就是感觉非常不好 所以就不考虑住车上了 太压抑了 而且住车上太多的不方便 你在上面比如睡觉 你翻个身打个滚 根本基本上是动不了 还是住一个活动空间比较大一点的地方会舒服得多 所以今天我来展示一下我的帐篷 这个帐篷也是非常的大 为了这次出去有一个更好的休息的小空间吧 就这两个 这个帐篷的话 你看打包之后 这个帐篷其实是非常大的 打开之后非常大 非常大 真的非常大 等会打开让大家看一下 收完之后就是有个一米二 一米二左右吧 一米二左右这么长 重量挺沉的 这个呢是一个折叠床 等会会放到帐篷里面 好 我现在开始打开帐篷 让大家看一下 我感觉你要出去露营搭帐篷的话 两点很重要 我感觉你要出去露营搭帐篷的话 两点很重要 第一个就是方便快捷 搭帐篷的速度要很快 这个帐篷要是快捷搭变的是最好 第二个呢是这个帐篷的空间性要大 像这个帐篷 空间有很大的 对对 还有一个就是抗风性 这个帐篷的抗风性 你要在外面晚上就在睡觉呢 呼的一下把你帐篷挂碎了 那样就不行了 这个帐篷重要还可以 为什么买一个床呢不选择住地上呢 住地上怕湿气太大 还是住床上还是住床比较好 这个床位折叠的比较收纳起来比较快 比较方便 我这一次呢出去旅行的话 可能在外面露营的情况 包括时间上会比较多 露营期间呢我也会去探索 包括开始学习这种露营的方法 包括露营的这种技巧 需要带什么东西 就像我上次去西藏的话 准备很多东西准备了 但是都没用得上 就感觉没有必要带着过去 所以呢这一次我出去的话 我也会把这种东西分享给大家 大家如果有兴趣出去自驾游 或者露营野炊的话 也可以学习一下嘛 互相学习一下 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 也可以留言到评论区 我看到了我会给大家回复信息的 包括有人给我发私信 后台给我发私信 买东西什么牌子的呀或者 首先在这里我不打广告哈 不给任何人 不给任何牌子做广告 我只选择我感觉我自己用着质量比较好 或者东西用着比较顺手的东西 我会推荐给大家 你如果给我私信的话 我会推荐给你 像这个帐篷 我也不给大家说什么牌子的 自己在网上可以搜一下 搜一下买一下 搜一下看一下 在以后呢 我会在我的视频当中去展现一下 怎么去露营 希望大家能够多多关注 这个视频呢就先这样 我是探游中国的九点 拜拜